男人接到一通神秘的电台消息 对面的人说是他30年后的儿子 男人根本不相信这番鬼话 可这时烟头不小心点燃了桌上的胶水 电台那头的小伙静止呼欧买嘎 书桌上凭空出现一道崭新的烧痕 手指触碰甚至还有余温 小伙立刻指出 是不是他把书桌烧了 男人还以为是小伙在外面偷窥他 无论小伙怎么证明 男人始终不肯相信 直到小伙预告了男人即将死于第二天的火灾之中 话音刚落信号就悄然中断了 到了第二天 男人弗兰克在消防局里精神恍惚 脑海中不停思索着昨晚那个陌生男人的话 这时警报响起 一间废弃骨仓内发生了火灾 正如那个人预测的一模一样 消防车抵达了现场 一个惊慌失措的女人向他们求救 自己的妹妹还困在顶楼上 弗兰克带着同事闯了进去 俩人在火海中小心穿梭 但身后的楼梯意外断裂 弗兰克只好让同事去外面呼叫支援 自己独自一人去营救 经过一番搜寻 终于找到了昏迷的女孩 可意外再次发生 消防车云梯上的齿轮发生断裂 无法再向上延伸 弗兰克只好扛着女孩另寻出路 看着眼前的俩条不同的出口 一边烟雾浓罩 他脑中再次回荡起那个人的话 生死关头弗兰克选择相信一次他 毅然决然地回头走向了另一边 果真在房间的地板下 发现了一个消防滑梯 他抱着女孩 一路从顶楼滑到了楼外 在队友的帮助下 顺利与女孩逃出火海 而另一边与朋友一起悼念父亲的约翰 脑海中不断涌入新的记忆 父亲并没有在那场大火中牺牲 并与约翰有了一个快乐的童年 约翰很快向他的朋友 确认他的父亲是如何去世的 他的朋友们惊呆了 他父亲不是十年前因为吸烟而得了癌症吗 到了晚上回到家的约翰 看见书桌上赫然出现一排醒目的客字 明白了是过去的父亲正在呼唤自己 弗兰克无比相信约翰的话 父子俩满含热泪的相认身份 心想肯定是百年难遇的太阳黑子活动 影响了全球的通讯 这才让相隔三十年的父子通上话 他们聊了一整夜 约翰告诉父亲他缺席的生活 他们喜欢的棒球队赢了什么比赛 他们未来会出现的手机 以及他现在是一名职业警察 父子俩一直聊到天亮 却一点也不累 这时约翰想到了父亲去世的原因 并提议让父亲戒烟 但父亲却不耐烦地认为 儿子简直像他妈一样 眼看时间已经很晚了 父子俩很不舍切断信号 生怕之后再也连不上彼此 那天晚上约翰做了个噩梦 梦见母亲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起床后他惊出一身冷汗 连忙打电话给母亲确认情况 但意外的是接电话的却是一家快餐店 第二天却跟女友道歉 对方满脸疑惑质问自己是谁 最让约翰意想不到的是 来到警察局后 还没等他清醒过来 领导扔过来一堆文件 这正是他一直负责的案件 有整整十人死亡 但在约翰的印象中 只有三个被害人 可当他拿起文件翻看时 心脏差点停止跳动 其中一名受害者正是他的母亲 约翰赶紧回家告诉父亲这个消息 他们很快就讨论了原因和后果 原来在以前的时空里 父亲去世后 母亲因为过度悲伤没有上班 但这次母亲像往常一样去了医院 结果他意外地发现 一名患者的药物配置有问题 并救出了本该因医疗事故死亡的患者 可这名患者正是连环谋杀案的凶手 现在他只能想办法抓住凶手来拯救他的母亲 以及因自己造成的蝴蝶效应 而枉死的另外六个 根据从警察局带回来的案件档案 约翰很快推断出下一个受害者被杀的时间和地点 重生的父亲也清楚自己的使命 于是找了过去 果然发现了受害者 但酒吧里的人鱼龙混杂 根本认不出凶手是谁 只好一直与女人搭讪聊天 让凶手整晚都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果然在约翰第二天上班时 这位受害者的档案消失了 他们真的救了一条无辜的生命 二人准备再接再厉一举抓住凶手 高兴之余 弗兰克让约翰与过去的母亲和自己打个招呼 这种奇妙的感觉让约翰无比动容 随后话筒又递到了发小的手中 约翰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然而到了第二天父亲继续行动时 意外发生了 弗兰克守着被害人一整夜 可当他进入洗手间时 就被尾随而来的凶手给放倒了 父亲刚想反击 但对方伸手就像练夹子一样 一拳就打昏了他 然后拿走了他的驾照 父亲醒来后立即赶到受害者家 但还是晚了一步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 驾照上有父亲的地址 凶手可以随时找到他和他家人 得知情况的约翰敏锐地发现了线索 凶手摸过父亲的钱包 上面一定有他的指纹 只要父亲把钱包放在一个30年没人碰的地方 他就可以收集指纹来查找凶手 父亲把钱包小心包好 塞进松散的地板下 与此同时约翰打开了地板 布满灰尘的钱包果然在这里 他立即拿去警察局核对指纹 但比较结果出来后 约翰目瞪口呆 凶手居然也是一名警察 怪不得一直以来都抓不到他 沿着资料中的地址 约翰找到了过去 只有他的父亲在家 对方说他的妻子也死在30年前的连环杀人案中 虽然儿子是警察 但案件从未侦破 约翰这才明白 正是因为他是警察 为了掩人耳目 丧心病狂的他甚至杀死了自己母亲 掌握真相的约翰 找到30年后的真凶当面对质 这让真凶十分疑惑 这小子是怎么知道一切的 约翰随后把这些消息告诉了他父亲 让他直接报告FBI 但在这时警察找上了门 原来是警察在案发现场找到了父亲的驾照 这显然是凶手故意为之 于是父亲成了嫌疑人 幸运的是这名黑人警察是他父亲多年的好朋友 让父亲用几分钟先与家人告别 父亲赶紧和约翰商量对策 但朋友以为父亲在向同伙透露案发信息 赶紧上前阻止 恐慌中电台被推下桌子摔坏了 被带到警察局后 父亲坦白了一切 可是朋友的眼神却像是看着一个傻瓜 父亲想到了自证的办法 十分细节地说出电视上即将播放的比赛局势 着急忙慌地让朋友自己去看 朋友快要气疯了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看比赛 这时父亲的妻子过来了 朋友带他去了附近的咖啡店 正当他纠结如何告诉好友妻子这个消息时 他被电视上的比赛所吸引 那比赛的结果正和他父亲说的一模一样 朋友这才意识到他说的居然是真的 在此期间凶手以警察的身份进入了审讯室 他很好奇为什么弗兰克每次都知道自己的行动 但是到如今也不重要了 就在他要开枪的时候 一个老警察走了进来 父亲拼命呼救 凶手却出示了警证 警察有点困惑把凶手叫出去问话 父亲只能开始自救 他拉下墙上的电线 一端连接到门把手上 另一端绑在铁丝网上 在门口倒了两杯咖啡 凶手很快就回来了 但刚关上门就发现不对劲 父亲坐在椅子上把电线扔到凶手脚下 一瞬间强大的电流直接使他电晕 父亲找到了凶手的驾照 从柜子里找到了一瓶杀虫警 拿出打火机做了一个简易喷火器 成功地触发了警报 整个警察局顿时混乱 父亲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里 出来后父亲顺着地址直接去了凶手家 他只要找到受害者的物品 就能给凶手定罪了 很快他在杂物间找到了一个小盒子 里面全是受害者的物品 但昏迷没多久的凶手 回来抓个正着 凶手举起手就要开枪 父亲直接跳窗逃跑 凶手一路追着父亲来到码头 但到处都是集装箱 凶手不得不沿着和仔细搜索 一只手直接把他拖进水里 靠着木钉不停机打凶手 才将凶手惯得不省人事 当警察到达时 战斗已经结束 也确认了父亲的清白 他急忙回家拿出工具开始修理电台 父亲下意识拿起手边的香烟 儿子说的话闪过他的脑海 父亲笑了笑把烟扔进垃圾桶 不久电台修好了 父亲第一时间把情况告诉了儿子 但约翰却疑惑道 既然凶手已经落网 为什么在儿子的记忆里 母亲还是遭遇了意外 约翰还在思索时就被一拳打翻了 来源正是三十年后的凶手 原来他在知道约翰在调查自己后 决定先解决点他 另一边父亲从电台里听到战斗声 与此同时凶手也找到了他 将他打翻靠在栏杆上 然后上楼准备侵犯母亲 幸运的是父亲很快醒来 用腿勾住了旁边的工具箱 打开了手铐拿起猎枪 准备杀死凶手 谁知道凶手竟然劫持了年幼的儿子 威胁父亲放下武器 父亲正要妥协时 母亲从楼上冲了过来 把儿子推到一边 父亲抓住机会一枪打飞了凶手的手 准备再开一枪 但凶手直接冲出房子 消失在了夜晚中 另一边约翰被压在地上 当凶手准备一枪解决他时 他的手开始萎缩甚至消失了 这时房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两个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在这时一根深色的枪管从暗处伸出 来源正式是变老的父亲 一枪崩了三十年前就该死的凶手 结果证明他听从了儿子戒烟的建议 并没有死于肺癌 他又一次保护了家人 母亲也没有死去 约翰一家人又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而他的发小因为听从了约翰的建议 下注雅虎的股票 从此也改变了人生 走上人生巅峰